市長張山正出席2024第八屆桃園盃全國3對3籃球賽事宣傳記者會 同時邀請提腕聯盟會長潛維軍擔任本屆賽事代言人 希望透過繽紛色系的印象展現籃球場上陽光般的青春活力 也邀請全國喜愛籃球運動的好手不分性別、年齡、統一組隊來報名參加 今年桃園盃3對3籃球賽即日開始報名 這已經是我們第八屆的比賽每一年每一年都越來越多的籃球的愛好者來參加比賽 到現在已經變成全國數一數二的3對3籃球比賽 今年的比賽從7月20到28獎金非常非常優厚有60萬元之多 那麼我們一共分成11組從小到資深的長者都可以來報名 不分男生女生也都非常歡迎 尤其今年我們特別請到我們國手我們前維軍來當我們代言人 大家看到他就想到他當年在球場上的英姿 應該都想要變成未來的一個前維軍 所以我們這邊呼籲我們所有國內喜歡3對3籃球比賽的好朋友 趕快來報名一定會讓你你球會有不失所望 桃園杯全國3對3籃球賽已經為全國指標性的賽事 這次總獎金高達60萬元 今年特別新增男女混賽組以定點投籃為競賽 每一隊至少一位女性選手上場 女隊友在競分時也會分數雙倍來計算 3對3現在已經是成為了奧運的正式的一個項目 那再加上籃球一直是台灣運動人口最多的一個項目 尤其是在校園裡面 所以一到暑假3對3的比賽大大小有個非常非常的多 那桃園的3對3真的在我們所謂的籃球界來說 是算是蠻有名的 而且除了是已經到了第八屆以外 最主要是他的獎金是非常非常豐厚的 而且他的組別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有些已經可能已經離開校園開始步入社會工作的朋友 其實是也很喜歡持續的在籃球場上去奔馳 但礙於這種沒有這個組別 那我覺得今年有這樣的組別真的非常棒 同時今年還有這個男女生可以一起同場競技的一個投籃的比賽 我覺得這是一個創舉也是繼NBA之後 我們又可以再一次看到 尤其是我覺得台灣真的是一個很棒的環境 現在姓平是大家都非常重視的一個環境 那我覺得桃園是率先的在運動場上 達成了這件事情 所以餘共餘私我都要來支持 幫大家來鼓勵加油 賽事會在7月20號、21號進行預賽 27號副賽會在桃園高中以及龍潭區 國道3號高架橋下籃球場兩地來開打 決賽會在7月28號中央大學來舉行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來組隊報名參加 記者林瑞峰 採訪報導 希望我們剛剛看到 trophى particular 謝謝你們 辛苦了 謝謝你們